我绝不可能负阿尔的 这样吗 阿尔那是伤心 也还好吧 还好 没事 反正哪个人在一起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很正常的 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一开始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了 以后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情 我都 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情 我都不会放弃阿尔 都不会放弃他 真的 除非以后你们在 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直播间里 因为看不到是啥呢 那么可能我就不在了 那没办法了 只要我在 我不会放弃阿尔的 这样呢 然后但是 我跟大家只说了 我跟大家直接说了 就是 我觉得直播带货这个东西 其实是个 就是电商 是个就是趋势 是个还是算是比较好做的行业 然后就是 我自己看好了 今年我也会好好的做这个 因为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以前主要是做的是供应 就是给给这些主播去供货 然后今年我们公司有个部门 成立的一个部门 专门也就是也培养这些主播去带货 所以今年事情特别多 我经常会去成都那边 听到你这样讲 我心情都好多了 谢谢 谢谢小星星 谢谢小星星 我知道你是好人 我知道你很善良 只有善良的人 他才会那种 就是感同身受嘛 你们判二和三星 知道吗 专家说最少要火十年 是吧 网络带货是真的可以的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就是 来 你们有没有刷到那个阿长的账号 就是温宁与阿长 来 直播今天的家人们 有没有 有没有人刷到温宁与阿长的账号 有的话 你们在这边扩个衣 我看几个人刷到了 你知道 阿尔当初对你那么小了一人吗 因为他不了解你 现在知道你底线的就会变 没关系 就是熟了嘛 他对阿尔队任何人都很 阿尔队任何人都很 就很客气 很礼貌 出了队伍 他对全世界的人都很礼貌 他甚至会怕他们 他唯独不怕我 真的 你们有刷到是吧 我告诉大家就是 问你是我的朋友 问你是我朋友 我告诉大家 就是上一次 我们去年底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直播 也直播了一场 是吧 我们其实我们直播性能也挺多了 整个公屏都是能 对不对 整个公屏都是能 所以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我要做的话是可以做得下去的 只是我房石山这个账号 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山龙房石山这个账号 我永远都只会跟大家说实话 永远都不会有剧本 全部都真实的 我不管是三个人五个人 还是一千一万个人 在直播间 我都会跟大家说实话 不会炒作 不想炒作 但是我以后 我公司我们肯定是会有剧本的 公司要做账号肯定是有剧本的 希望你们就是知道的 就是也支持一下 因为我们的剧本也是去采访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我们去拍 不会说 那种就是乱来 乱搞的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瞎搞了 说什么自己没爹没妈的 那都骗人的 那是不能干的 说自己爹死了 妈死了 多可怜 那都骗人的 不能搞 如果你真的是爹死了 妈死了 我就给你拍出来 没事 是真实的就行 只要是真实的都行 不要假的 你占据了阿尔心灵的每个角落 小欣欣你真的觉得我占据了阿尔心灵的每个角落吗 为什么我心里面都没底啊 我我都我都没觉得 我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不管阿尔就是他喜不喜欢我 我觉得我都会 哎你来了 别乱说 我就乱说 我们不 我们不了别人直播间的事情 阿子梦他是一种的 那是一种的朋友吗 你什么时候来直播间的 我跟你你卖 你你干嘛不接啊 你在哪里啊 你怎么了 你不听 你今天家里出什么事情吗 我看你家里很多人啊 我刚开车上去都 我其实我刚刚已经开车上去了 看到你家里面好多车停在那里 我又返回来了 对他爱你不会说 但你要拿出自己的立场 这样他才会对你像中前 你家不家直播间啊 你家不家直播间 直播间见了吗 你们有没有谁想要让二零零个麦的 你们想不想让二零零个麦 你们想着你们家直播间口口想着好不好 我刚才多少个人想要二零零个麦 如果你们都不想的话 那我们就下播吧 明天见 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是开个播 我都是随便开的 就是不像别人那样子 有的有些人开的播他有剧本 我们是没有剧本的啊 就随便开播 就是跟大家瞎聊闲聊 刚刚才来 其实我今天晚上其实我也不知道 本来是没打算开播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就是答应了大家 答应了家的门 所以我就想必须要开播 其实刚刚在山下我放都还没吃 放都还没吃 然后就一路开车回来到山上 然后就直接换个睡衣 就给大家开播了很很随意的 你还在不在直播间啊 我刚才他好像已经不在直播间了 要不这样子吧 我有个想法 我们 我刚才是不是又说出什么话了 不在直播间的 他又生气了 你不会还没吃饭吧 是还没吃饭 带我去吃 吃饭都还要搞半天 吃饭要搞半天 所以我就没搞 温灵是谁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如果只是这样子 嗯 开播 如果说直播间你要有冷气的话 你肯定不能这样子 就是肯定不能这样子 就是开个播 然后跟大家去吃 呃 晚上好 吃饭吃了没有 吃了晚安 就这样子 对吧 你找阿尔吧 我不知道阿尔家里面 嗯 出什么事啊 因为我刚才开车上去了 上去了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 我就下来了 因为昨晚上 答应家的门 答应家的门要开播 所以我就赶紧返回宿舍去开播 因为我看到阿尔家里面很多人 我怕就是不方便 我怕今晚上他不方便开播 知道吗 我怕阿尔今晚上不方便开播 知道吗 所以我就没上去 我就返回来了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我到家里面 我到家里面就是来宿舍 其实我换完衣服 我换我换个外套 我外套脱了 我马上就开播了 知道吗 都都快八点了 因为中午上 答应家的门的是七点半左右开播 知道吗 肯定是前夫加来人了 没这么复杂 不至于吧 应该不是 瞎聊 快去看看阿尔 我感觉好像 不知道阿尔出了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他可能昨天晚上就知道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的话 是不是在我跟阿尔在一起直播的时候 阿尔就说我说今天晚上给大家开开播 对不对 我说今天晚上给大家开播 然后我说我说我定的时间 然后阿尔就说不一定 知道吗 阿尔说不一定能开 我就想可能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今天晚上有什么事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要不 我就我给他打电话 看看什么事情 他刚才来直播今天好像 喂 喂 喂 你 他不说话 他盘 刚才电话已经通了 然后他不说话 他不说话 然后盘边又很吵 什么情况 亲爱的们你们说我要不要上去看一下 我们希望你和他面对一切困难 我们希望你和他面对一切困难 会的啊会的啊知道吗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吧 什么情况 他不说话 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我看一下我再打一下看一下 喂 Please try again later 您好 伦波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 我刚才到他家里面 他家里好多人 然后他刚才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接了 但是他不说话 然后以后他就过挂了 现在打他就暗掉了 不知道什么事情 因为我刚才在路上开车开回来 在路上把开车开回来 我就也没跟他发信息 你终于露脸了 我一直都露脸的 在他们 发信息 发信息 不知道 如果打电话 打电话不方便接 的话发信息 可能也是也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旁边都是人 我以为要不我就发个信息 问他怎么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一下怎么了 我看一下他回不回我 家人你们等一下 房哥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 就回家 就是过了个年嘛 没有去干嘛 我问一下阿尔怎么回事 我问一下阿尔怎么回事 好 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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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给阿拉发个信息 这样吗你们稍等一下我发个信息 你们看不到我再给他发信息 他还没回我 我们我们等一下等他回等他等他回一下信息 他没回我 我又没心思开播了 三个孩子的爹来了 啥意思 房哥你们你们干嘛都问我这么长时间 你们说你们说我要不要去阿拉上面看一下 我要不要偷偷的上去看一下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记阿拉现在阿拉现在如果不接我电话的话 如果阿拉现在不接我电话肯定我是不方便上去的 但是我又怕他会不会出现什么事情我想上去看一下 知道吗 要不我把直播先关了 好不好 知道吗 要不我把直播先关了 我我上去没回还没回去不去 我先上去就是在阿拉家附近我先我偷偷的上去看一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能解决问题吗 可能我解决不了问题 可能我上去还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 但是 我不能解决的事情可能阿拉也解决不了 如果阿拉真的 如果阿拉真的出什么事情 起码我可以在旁边第一时间我可以把他带走 对不对 应该也没什么事 因为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就拿着往坏处去想 也许今天阿拉家里面办喜事呢 是吧 也许是有有好事情呢 是不是 只是 可能有 可能有一些人就是 有一些 因为可能在家里面有一些人不喜欢我 然后所以阿拉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不接我电话 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这个原因没接我电话也没有信息 不愿意去是吧 或者你说不愿意去是吧 你就说没吃饭上来吃饭是吧 你是不是经常有电话不回信息不回 我只要看到的 我我只要看到的电话 看到信息我都会回 不要说阿拉了 就是正常的就是我们普通朋友 只要我看到的信息 我一定会回的 可能家里有有客人 你们说要不要去 可能是哪个的生生蛋是吧 生日是吧 自我安慰 先吃饭吃 饭就不吃了吧 开直播剧 看直播剧不太好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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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开直播去的 这个女人我得想个办法对付她 啊这个女人我得想个办法对付她 不能再这样子 不能再这样子天天被她牵着笔记走了 真的 像老吴说的 像刚刚那个吴总说的哈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 嗯 那是我的男子气概 对吧 嗯 那男子气概他也是不服怎么办 他要打我怎么办 你们你们可要帮我哈 自行烦恼 爷爷之秋 你不要误会的哈 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哈 等一等晚一点 你再打电话 你先 你最近像个小老头 我是不是最近是老了 贵妇你的 阿拉好像生气了 嗯 别开热播过去 对 其实不能开的直播 因为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一族呢 有些东西他不不喜欢就是被人拍 拍到 你知道吗 羊 我现在已经没有形式开播了 我现在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阿拉来没什么情况 我先去看一下 反而我有个朋友年前买了你家辣肉 他问你还有没有卖的 他还要买 有的哈 有的哈 有的 你有你有在我们粉丝群里面吗 在我们粉丝群的话 在我们粉丝群的话 你跟我说一下就行了 已经取光你了 哎 真的是不太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 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 就是 嗯 不要让大家伤心 不要让大家伤心 如果真的让大家伤心 我告诉大家就是 真的有的时候你们看到的不是 那个哈 不是你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哈 实际上你不算个男人 那你要我怎么办你说吗 实际上那么懂事要懂得真心 你说阿拉那么懂事是什么 我突然不想说话了 就是我突然知道有的时候 为什么连直播不得不得没话说的 因为刚才你们没发现吗 刚才阿拉来直播间叫我不要浪说话 以后 我就没状态了 你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还是再给阿拉打电话吧 我还是担心他 我再给他打电话吧 我再给他打电话 我可以打电话 我再给他打电话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这样呢 我安静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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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针 麻烦 干嘛这样对阿尔 你看到我怎么对阿尔了吗 杨东音 你就直接说你看到我怎么对阿尔了吗 拉黑我了 你说阿尔拉黑我了 是吗 不会啊 不会拉黑我 感受一下是吧 感受一下就是不接电话了 是吧 他不接电话的时候 我就是会担心他而已 没有想过没想别的 婚姻大事要听穷内心的声音 不要只听父母的 要争取自己的幸福 你有时候真的不果断 吐啰拉拉 总是被他拉着鼻子走 我们希望你霸气一点 开玩笑的啊 那个爱大布里 开玩笑的啊 你 你赶紧 你如果不方便 阿尔 你如果不方便今天的话 你在直播间跟我说一下 什么事情 你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在直播间说发生什么事情呢 到底 你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只不见家的门也很担心你 你 你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刚才看到你家里面 父亲停了好多车 昨天还好好的 突然不接电话 是不是 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赶紧说一下嘛 你如果现在 你如果现在不方便说的话 你就在打字嘛 你打字打在公屏上嘛 你大概的跟我说一下 要不我要上去找你了 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一下 阿尔 在不在啊 阿尔 在不在啊 你知道阿尔 你是不像你是什么 感受吗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说嘛 你如果不方便 你如果不方便接电话 不方便发出声音 不方便连麦的话 你就在直播间打字跟我说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你打字跟我说 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要不然你再不说的话 我就上去找你了 你赶紧说句话 拜拜 你担心过吗 你担心过吗 你在怪我吗 对不起啊 如果以前 做什么那你不开心的事情 你就大量不进小人过嘛 但是我现在真的担心你 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现在我 我只想知道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说句话 你说句话 你不说话 我就上去找你了 你问我担心过你吗 你觉得我担心过你吗 你觉得我不担心你吗 你觉得我不担心你吗 我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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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担心那些ilever 你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肯定是不是也是不方便你的麦 你在 你在直播间 你可以在直播间公屏上 跟我们说一下 到你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是不是在家里 你家里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那么多人在那边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上去跟你一起去开播的 我看到你家里面很多人 我就返回来了 我真的很担心你 你说句话呗 阿尔 好像又不在直播间 其实我顾虑的是什么 我可以什么都不管 我可以直接去他家 我可以直接去他家找他 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但是我怕的是什么 我怕的是直接去他家 然后阿尔他又会跟我生气 说我把事情越搞越糟 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不接电话 不回信息的 杨龙音 华卡有声 还有所有直播间家的吗 你们看到我不回信息 不接电话了吗 你们看到我 看到阿尔的信息 你们也没有看到 我看到阿尔的信息 看到阿尔的电话 我没回他 你们看到了吗 你们没看到在直播间 你们一直说啥 真的是 有的时候有的话 有的话说一句两句就行了 不要一直说 你们都看到阿尔直播说的 好伤心是吧 你确定我收到信息 接到电话了不回吗 真的是 相信时尚应该是有苦衷的 谢谢谢谢海拉 真的说难听点就是 说难听点 不管是直播 不管是直播还是啥的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不管是直播 就是说白卖货 或者说就是甚至是成都的公司 甚至是福建那位公司 甚至是福建那位公司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的 你们知道吗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阿尔 有苦可以说明白啥 有苦可以说明白怎么说 我在这里说吗 真的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情绪不好 我是因为 因为我看到阿尔了 好像不开心了 所以我有点着急了 你知道吗 我是确实是 我是有点着急 但是有些话 我觉得说一次 还是就够了 一直说 你们一家演戏 演锤子呢 演啥呢 实际上去弄点饭吃 我直播今天 谢谢谢谢穷姐 帅哥 直播有牙分 买没有 实际上不要着急 阿尔不有事 就是姐 我知道阿尔不有事 因为在家里面 就是只要是在家 只要是在他家里面 其实不会有什么事情 知道吗 不会有什么事情 其实我现在着急的是什么 我现在着急的是 阿尔就是在生气 你知道吗 我着急的是阿尔生气了 我感觉他是生气的 然后他不理我 其实他不理我的时候 我是很难受的 就是 一个人 你知道吗 一个人可以左右你的情绪的时候 你真的是无能为力的 别担心阿尔去做饭吃 慧姐 穷姐 谢谢啊 夏姐 谢谢你们啊 我去弄饭吃 反正没啥事 你们 我待会儿就是偷偷的上去看一下 请吃饭 生意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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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给大家光播了 好吧 我就先光播 然后就是 以后有空 我就给大家开播 不管阿尔有空没空 好吧 我有空就给大家开播 大家你们以后也可以聊聊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也不要总是聊我的事情 我的事情其实哪里有那么多 对吧 阿尔在自己家里不会有事的 对 丁姐你说的对 我也知道阿尔不会有事的 但是我感觉我有事的 他不理我 我有事的你知道吗 现在是阿尔不理我 他不理我 我有事了 他没事 我有事了 谢谢家的吗 好 那我就先给大家下了 因为本身今天晚上就是 嗯 他可能不方便吧 对 可能是不方便 可能是今天家里很多人 所以没啥 没啥 那我就给大家 十三发心意不是第一次 这话说的 丁姐 这话说的 好像也对 好像也不对 不管是第几次 只要阿尔不开心的时候 我其实都是比他更不开心 他开心的时候 我比他还要开心 真的 先吃饭 好 先吃饭 家的门 家的门 你们就是现在在直播间 家的门 你们在左上角没有点关注 给我点个关注 点个关注 我们把那个就是小黄星 把它那个点亮一下 我就给大家下播了 凡哥下播了 看一下你的啥 好的好的好的 拜拜 大家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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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